很多明星在成名之后都渴望住豪宅 拥有自己的小天地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这样 那自从父亲去世之后 莫文蔚就一直很关心独住的母亲 更是想搬进妈妈家 一起同住 方便有个照应 那么有Karen这样的一个24小好女儿 莫妈妈真的是好福气啊 然后在香港的时候 我就觉得应该尽量可以利用所有的时间 可以陪伴妈妈 然后所以她很开心 因为已经从我17岁离开家去念书的时候 到现在都没有真正住在家里了 所以她觉得 哇 现在女儿回来跟自己一起住 我觉得这个会很好玩 1月27日 父亲莫天赐因心脏病过世 父亲的离世也让莫文蔚 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家庭的重要性 其实最重要都是 我觉得没有东西给亲情是更加重要 所以这段时间我觉得 两个女儿应该在同班里面 给人家有些死妈妈 和初恋男友Jones结婚 已有三年 Karen有没有打算生个宝宝呢 没有 我最喜欢就是玩人家的宝宝 我真的没有时间了 所以已经没有 就没有这方面的想象了 的确 莫文蔚去年11月 在上海开场的巡回演唱会 目前还在持续进行 她甚至还抽空拍了部电影 催眠大师和徐珍黄博搭档 之前莫文蔚在采访中 曾提到合作的男演员 一定要帅 那在Karen眼里 徐珍长得帅吗 徐珍的帅啊 她比较另类的 另类 您这话也太正了 就不怕徐珍找你算账吗 行文蔡切 上海财宝报道